我会纯粹拍些东西给香港影片大家看 有什么恶意 Yeah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尋有坦备猛鬼传说 又是我Marco 今天我来到一间油漆厂 亦是荒废了一段时间 其实它是1990年年代比较兴旺 直到2008年 逆了一手 转了其他公司之后 其实已经是丢空了 荒废资金 都没有人去打理 其实里面的内容 我待会再说 好 出发 现在就进入这个油漆厂 其实周围都好像是荒山东西 生长了一些树枝 但是其实附近一些停车场 物流的停车场 好 那我们先看看 旁边就拍到差点蝙蝠 好 前面有些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 里面很小 有个地下 有个洞 可能是一些渠 我想起来 好 小心点 现在这里有很多水棕 其实它这里以前 就做一些水溶的油漆 和一些溶势的油漆 在90年代是非常旺盛的 不知为什么 它抑了手之后 就没有人打理 其实这个位置 是位于青衣那边 当然不是鼓励大家 去过来探险 其实这个有一床 老实说 没有一些鬼怪传闻 但是我看到一些影片 其实有些人说 拍了一些光球 也有恐怖在线过来 灵探过的 我听到有一些声 不是刚才那些狗吠声 就是现在这些狗吠声 好像听到一些女人 还是一些青蛙声 大家就听到一些 其他可能是狗吠声 好 我们进去看看 嘩 这磚都很难了 基本上 好 好 那这里 其实已经是 对了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不知下面这层是什么 可能是一些製造油漆的路 嘩 上面有很多 很多的蝙蝠 对了 我们这样过去才要 稳稳一会 那些光脂 都有一点担心 好 我们 因为其实它这个油漆床 之前说有保安 但是进不了 可能我太晚进来 是的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 11点05分 OK 你看到门口 这个家庭都好像没有人 看看先 禁止思考 好 那就不知考 我们 上去看看 这里有个 沙发 挺恐怖 好 这些条实 OK 上去看看 看看稳不稳稳 其实我看过这个油漆厂 就是在网上看过 不过就应该多些人 是过来 打窩游戏为主 那我太多人打窩游戏 所以变成它日后 是好多一些的保安过来 去可能 走着 免得被人乱进来 是的 都稳稳的 这个楼梯 这个厂 其实我感觉上 这个厂 有点像我 我上次去亚氏那次 是很凶狂 不过就 里面什么都没有 前面 什么 这个 我喉管 远望看不到 其实就是一览无畏 什么都没有 是的 真是 大王的 很好的地方 好 我们下去看看 真是没有东西 在这里 最主要看不到 一些 所谓的光球 或者其他东西 是的 一看下去 真的都 阴心的 一样的 虽然压迫感不高 这个位置 就算我现在去对面 其实都一模一样 好 我想这个油漆厂到 几快完成 我们上去看看 感觉上 它这个楼底比较高的话 其实都不单止有 三四层 有声 是不是有声 不要紧 我们先看看 这个是什么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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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厕所 好 不好意思 带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厕所 男士还是女士 是 女士 应该就 OK 厕所的话 哇 哇 是 前面是一些蜘蛛 蜘蛛 蜘蛛 擋住了 好 好 很久很久 没有人打理了 OK 好 我们先看看 第二个位置 之后就 这个位置 没有东西 等一下再看看 我们先看看 这个 其他厕所 看看这个 是不是究竟是 蓝蛛 难道 有点像不通 对 因为 不是 好像是 蓝蛛 因为它有 尿兜后面 拆了 好 那就 没什么特别 没有发现 尿兜应该是 安装 在这个位置 好 好 看看另外一个位置 好 想问这里面 有没有朋友 在这里 这里有一张椅子 免得坐 始终是人家的地图 免得展示 人家 OK 这里 很大 烏鸦 经过 哇 这个真的打了 冷静 我这么久以来 真的没试过 烏鸦 这次遇到烏鸦 难道有什么特别的鲜兆 好 之后 我们还可以上楼上 看看是否 对 这里就看到对面的 顶色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想 叫我直播 未来也会 直播 希望多些人去看 这里就是他们的 油漆厂的天台 外围 外围 这些都很难了 钢筋都露出来了 好 我就转一转这边 因为我看到有些车梁 在刚才的停车场那里 对 不然看到 真的露出来了 这里就 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好 稍后过去看 对 看一两个楼层 看看它怎么样 先 我们下去再说 好 很快地下来 之后 这个油漆厂 它还有 我记得 有些人拍 是有个地牢的 好 我就尝试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地牢 哇 都挺大的 这些火柜 哇 一点点震震震 刚才 看看会不会是 这些位置 好 哇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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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沒事了,我先嘗試去另一邊看看 咦,是不是這裏呢? 這裏好像是這裏,我看見有空檔的位置 我現在走前一點看看,即是這裏 大家看一看,特別大家看一看 會不會是這裏的位置呢? 但這些樓底都幾高 怎樣下去,試試 這裏有一張梳化 這裏難道是地爐?真的 這裏應該是這裏的位置 我要先進去看看 好,出發 好,小心一點 嘩,其實有些聲音 這裏這麼長的木條,有什麼事 好,有沒有人在這裏? 嘩,這個地爐其實是做什麼的? 很像一些辦公室的地方 不知道 是嗎? 因為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些 還有一些地磚 沒有難度 嘩 剛才照著的 避下的地方 這裏就出不去了 因為真的浸了水 大家看一看 上面就是我剛才拍的地方 好 好 難道這裏有朋友在這裏? 真的有點焗促 好 那就 好,有沒有人在這裏? 抱歉 這裏又上回去 就熱了 沒有了 真的 好,嘗試在這裏做一個EV機靈探 EV機是透過電子儀器 產生靜電干擾 或者白噪音去傳遞訊息 例如你要找個安靜環境 靈體會使用周圍環境的聲音 去襯托EV機的訊息 例如電風扇聲音 電台的超短波頻率的雜音 即是我現在需要調校的FM頻率模式 做一個逆向掃描 靈體才可以透過這件事 講出一些簡單訊息 這款盒子新增了溫度偏差值 有正負數 而正負數值亦可以偵測到 靈體是浮榮的能量 請問有沒有朋友在這裏 請問有沒有朋友在這裏 好 再問多次 這裏有無朋友在這裏 因爲這裏真是沒什麽所謂的鬼故事 不知道這裏有幾多人過生 亦都不知道有沒有一些事情發生 如果這裏有朋友在這裏的話 麻煩給我一點反應給我 你們可以說在這裏 是 如果這裏有朋友在這裏的話 麻煩給我一點反應 那裏就拍些東西給香港影片給大家看 有什麽惡意 咦好像有些聲音 是不是有朋友想跟我溝通 好我現在試試用一個溫度 溫差值 看看有沒有反應 好如果有便宜的交流 麻煩給我一些溫差值的反應 你們可以或者顯示一下 代表你們有一個在這裏 會不會有呢 看來都好像沒什麽綿 好 最後 如果真的沒有朋友 我就走了 不好意思 大意了 有沒有有沒有 好 開始了 反應 是 是不是 朋友在這裏 現在不停斬 不停斬 不停斬 好 即是有一個朋友 在這裏 開始加熱 即是六個這裏有兩三個在這裏 很誇張很誇張 嘩 有些異常 很可怕 其實我暫時沒看見他們說話 甚至是看見一些干擾 性色提示 比較多 是沒有朋友 有 我聽到剛才好像說有 即是有多一個 不好意思 是 其實你們這裏是住了多久的 現在是去到差不多加4了 大家看看 好 如果沒有特別的話我就走了 關機 好 那我現在出回來這邊 嘩 剛才我地牢 真是 鼓鼓爆炸 先這樣說 我剛才在地牢方面 真是想不到會有些訊息 它是比以往以上 它不會真正地回你 它是會透過一些訊息干擾 是不停可能一些雪花的聲音 去和你溝通 即是我不知道真正假 但是我見到溫差值方面 是可以去到4的 那真是可能有些朋友在這裏 可以按一下吧 有些訊息影片隨時通訊 記得幫我們在Facebook IG 和Miri 下集再見 拜拜